現在最開心的就是拍戲的時候 因為我很喜歡 我覺得拍戲其實就好像夾樂隊一樣 你有導演 有燈光 有道具 有演員 沒有一邊都不行的 這個團隊我是很喜歡的 當我知道 他應該是一個很天真無恥 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懂的一個傻子之後 我就更加不看劇本 我不希望知道太多東西 然後想前因後果 就做一個真的很喜歡一個女孩 很忠心的一個車夫 很多真正的英雄未必是大人物 是小人物都是英雄 反而那些才是真英雄 因為他們是無目的去付出自己的生命 就是好像我的角色其實很簡單 只不過是我忠心互主而去打這場仗 我根本不需要知道其他東西 因為我老闆叫我去 所以我去 拉尾我被胡君打那場仗 因為即場去想很多 怎樣去做得好一點 和我的少爺在樓梯口哭那場 這些都是比較沉重的戲 所以之前那晚會比較緊張 阿神 我知道你以前跟我說過 我覺得挺開心的 因為我是純粹在做我想做的事 我沒有在做我不想做的事 我覺得任何人這個是 最幸運的一件事就是 我在做一些同事我愛的事 但是同事 I'm making a living 我幾年前有個夢想 就是香港的影壇 我相信每件事都是一個循環來的 前幾年我記得香港的電影是去到 低迷到不得了 而現在開始回來 我那陣子忙我忙的香港電影一定要回來 因為香港 尤其是香港的行動 可以走遍全世界 我們這麼少人口 我們不可以這樣給予 現在已經實現了一半 我的信念就是 If you're willing you're killing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may think you may dream of only depends on how much you want it but you want it that bad you get it 所有這些經歷 只要你在中間 拿到應該的東西 都會變成好 只要你相信 因為我從入行第一天 一直被人嚇 一直被人踩 一直被人罵 丟東西 都是一句子 I believed 你才會接受 不過 你才會接受 你覺得很會 你才會接受 你才會接受 我會接受 你才會接受 你才會接受 千萬一看 我會接受 你現在是 你還要接受 我會接受 你才會接受 我會接受 最難得 你やって 我會接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